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261集 刘芬失眠到很晚才睡着 他这个年纪晚上睡不好 第二天就会表现在脸上 原本也不在意外貌的 早上起来照镜子觉得脸色不够好 鬼使神差的擦了点雪花膏 还往脸颊上抹了点胭脂 唐红恩一早就夸他好看 等到了县城 我和你去买套新衣服 刘芬轻轻恩了一声 就是迟钝小白如刘芬同志 也知道这时候不能自作聪明地反驳唐红恩 告诉对方自己就是卖衣服的 不能让别人把钱赚走 唐红恩也没说因为刘芬卖衣服 就把结婚的衣服省了 别人赚不赚钱重要吗 这是一个男人 对即将嫁给他的女人表达心意 他乐意给他卖新衣服 谁也管不着 我还想早起给你煮碗面条吃 找遍厨房都没有找到米面调料 你们离家的时候收拾得可真干净呀 刘芬红着脸 一年回来一趟 米面放着也会坏掉 临走钱都送给邻居了 没事 扫了墓 我们去县里吃 乡主指钱是有的 村里本来就有以此为生的人家 昨晚就买好了 唐红恩这是第二回给刘家二老扫墓 过年那一回 他很笃定自己能做刘家的女婿 提前拜会了岳父岳母 大概岳父岳母也挺满意他这个女婿 现在总算要转正了 那给二老扫墓 底气就更足了 香点了 指钱烧了 唐红恩决定和九泉之下的岳父岳母 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人生百岁 阿芬这一生也走了一小半 吃过不知多少苦 但我相信她的命是先苦后甜 等她成为我妻子 我一定会好好爱护她 不让别人欺负她 两人相互陪伴扶持着 把人生的后半段路 给走稳 走幸福了 他这可不仅是对刘家二老掏心窝子 还是对刘芬的表白 刘芬也顾不上羞涩 如果亲人逝去还有感知的话 她不能光让唐红恩一个人表态 她也得有回用 爹 娘 我想你们 你们呀 别总替我担心 现在 我和大哥的日子 都越过越好 偷偷看了一眼 唐红恩 刘芬低着头 她也是个好人 阿芬 她有名有姓的 你现在还不能给个明白的称呼 刘芬被汤红恩逼得没办法 心一横 重新向二老接上 她叫汤红恩 是个国家干部 汤红恩同志离过婚 我也离过婚 我和她今天 要去领证了 两人朝着一个方向使劲 一定要把以后的日子过好 还用说啥呀 这就够了 唐红恩牵了刘芬的手 走 去安庆去 等到了县城 民政局差不多该上班了 这两人牵着手上了车 唐红恩载着刘芬到安庆 他是有备而来 先带刘芬去百货商店 买了件红泥大衣 款式嘛 也挑不出更时髦的 好在刘芬人收拾的利索 能把这衣裳压得住 又带刘芬买了一对 速圈的金戒指 拿着吧 我的工资不低 但那是和普通老百姓比 给不了你太多的物质享受 但我会建立给你最好的 这些纸 我平时还不能往手上戴 我会时刻戴在身上 两个简单的金戒指 比不过刘芬这两年 陆陆续续添置的手势 但这意义不一样 庞洪恩把金戒指当场就给刘芬戴上了 反正他现在也休假 没人知道他是市长 干脆也把另一只戒指 戴在了自己手指上 又拉着刘芬的手摆弄了一番 他的手不算特别大 但刘芬骨架小 手掌也拼小 他的手完全能覆盖住 就是以前做多了浓活 手上的裂口好了 皮肤也变白变细腻 唯独手关节的变大 不好改变 我的手不好看 刘芬想把手掌抽回去 唐洪恩握得紧紧的 劳动最光荣 你这就是典型劳动人民的手 有什么不好看的 话是这样说的 以后光荣劳动的事 还是交给他做吧 刘芬自然也掏钱 给唐洪恩买了套新衣服 买衣服买戒指 然后到照相馆照了个合照 催着人家给冲洗出来的 唐洪恩说的阵阵有词 同志 您看我这一把年纪 才找到老婆 今天慌着去领结婚证 没照片怎么办 您给帮帮忙 反正中午前 他们就拿到了照片 程旭和其他结婚的新人 没啥两样 当民政局 把各自的证明给了 换回了两本盖章的结婚证 现在的结婚证 还是手写的呢 如果一定要说 有什么不同 就是两人的年纪 要比其他来领证的 新婚夫妻大 但看起来更亲密 有些年轻同志 也不过是 见过几次面 就决定结婚 还不一定有 汤洪恩和刘芬两人 彼此了解呢 办结婚证的人 手脚特别麻利 态度呢也客客气气 还说了好多祝福的话 他同事都以为 这人中邪了 等把结婚证 递给刘芬和唐洪恩 把这对新婚夫妻送走 他同事就调笑两句 这人瞪眼 心想 你知道个啥 我来个去 刚才吓死他了 男的把工作证 递给他一看 工作单位是 庞城市政府 职务是市长 他给一个市长 发了结婚证 女方倒是 安庆本地人 还是安庆县 下面七景村的 这样的两人 都能结婚 也真是差异大 新婚的唐市长 牵着自己 新婚的妻子 走在路上 结婚证 只是一张纸 但有没有这张纸 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大马路上牵手 刘芬原本会抗拒 他现在同样会害羞 却不会挣脱了 因为他和汤红恩 成了合法夫妻 合法夫妻该咋样 在大街上 男同志骑车载 女同志 女同志能光明正大地 搂着男同志的腰 没有耍流氓 不是有伤风化 两口子感情好 不许人家秀恩爱吗 刘芬被汤红恩牵着 就听见汤红恩 问他安排 我请了好几天的假 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我们可以多玩几天 想去的地方 回京城 还是去彭城呀 想到彭城 刘芬一下停住了脚步 哎呀 糟了 我还没把结婚的事 告诉大哥呢 唐红恩失笑 你就担心这个 你放心 该知道的人不会漏掉 阿芬 咱俩现在是合法夫妻了 你不如想想 咱俩今晚要住哪里 住哪里 住哪里重要吗 只要住一间房 睡一张床 不管汤红恩想做什么 他都没法拒绝 刘芬脸颊红扑扑的 他为啥要拒绝啊 不就是同床共诊吗 他连孩子都生过 不怕这个 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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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